全新的 Lexus LM350 已經來到香港 香港是對七人車很熱話的市場 為甚麼呢 因為香港始終家庭都是一部車 會用很多七人車 尤其是中港車 中港車亦都是用七人車的 尤其是豪華雙母車 這類七人車所以特別受香港人歡迎 而今次我試一部很特別 全新的七人車 不是,行貨出了全新的 LM350 現在很多行家都在試車 不過我今天來拍一部 這顆是這裡的 看到沒有,是一部 LM350 我遮住車牌,即是已經出了牌 是不是有奇怪的事 林奇俊 我姜 因為 我會來拍照 帝靠 我的天堂 是 好,這輛 LM350 究竟特別在於甚麼呢 這輛 LM350 特別在於由一輛 LVT 改裝出來的 現在你眼前見到這輛 LM350 其實是由一輛 2015 年的 30 系 LVT 改裝出來的 改裝是需要甚麼特點 除了要淺之外,還有甚麼技巧或是需要甚麼零件去配合呢 先看鬼面罩,新的 LEXUS LM 鬼面罩是特別大 而且你明顯看到它的形狀也會有不同 由一輛 LVT 改成一輛 LM350 當然最基本的就是要鬼面罩換掉它 頭泵靶、鬼面罩及頭盒都需要換上全新 LEXUS 的原廠零件去改 再看清楚鬼面罩,這個鬼面罩當然是要原廠零件 原廠零件有跟隨的,因為原裝的 LM350 已經有 360 鏡頭 防錐狀、防錐狀、Auto Safety Sense 原有的安全系統 所以你看到鬼面罩裡面已經有零達 Sensor 360 鏡頭的位置 還有一樣,它這個 Logo 它這個 Logo 是一點都不便宜的 因為它這個 Logo 已經是原廠零達系統 所以你要安裝這個 Logo 已經是跟隨了原廠零達 好了,可能有些人問 如果我是前期營或者是行貨沒有防錐狀系統 或者是沒有這樣的裝置,能不能用到呢 可能其他東西你不能開通而已 不過你還是一樣要買這個章 這個章你沒辦法,因為要像靈智就一定會是這個章了 如果你後期營的 LVT 已經有的 System 或者有這個防錐狀系統 只是插上 Sensor 裝置、360 鏡頭 就已經可以完全對應這套 Lexus 的鬼面罩了 車頭要更換的部件 就是要換頭蓋、頭燈、頭泵把、鬼面罩、章 還有這個車頭的電鍍式件 好,到這邊,亦都是這兩個式件 還有這個,霧燈來的 這個霧燈,據師傅所說 這個霧燈是比之前的霧燈好多 原廠的三眼仔,三個 LED 頭燈 還有一個轉向燈 而這個燈,譬如我是前期營的 Alfred 是兩眼的,怎麼辦呢 你安裝這個頭燈時,就可能需要開曲 或者用電腦去調校 你就可以用回這個頭燈 但有一個問題,若果你不是三眼燈的話 這個轉向燈有機會是用不到的 大師傅說可以長著都可以 但長著又沒有什麼用 如果你沒有三眼系統的頭燈或電腦 你都可能需要閹覆它 或者是不著燈 好了,現在打開頭蓋 打開頭蓋有哪幾部份要換呢 剛才鬼面罩換了 然後這個水箱頂蓋,其實這一塊都是要換的 不過現在暫時還未加一些釘釘 還有就是頭蓋 頭蓋是換回新的Lexus 頭蓋 例如這些位置,可以換回Alfred 原裝的隔熱棉 但記得要把這個防水膠邊還未訂 會再加上去 至於裡面部分 剛才所謂換了頭蓋把,換了鬼面罩 其實裡面內鐵都是需要更換的 這條內鐵換就可以了 但龍門架不需要換,完全可以跟回原裝位 包括頭蓋部份,頭蓋這些釘釘全部都可以跟回原裝位 你原本Alfred 的龍門架那些洞 好了,頭蓋把這裏有少少 tricky 或者要少少注意的東西 因為原裝Alfred 的頭蓋把 和Lexus 的頭蓋把是會有不同的 所以在內泥檔方面 都是要跟回原裝LM350 的內泥檔 否則這個位置會有一個很大的洞 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洞 一來有外觀,二來根本不帥 所以最好跟回原裝內泥檔 不過我想合金輪這方面,我不需要怎樣說 因為玩得或改得車的人 你不會節省少許用原裝合金輪 那條輪吧,其他 因為原裝LM 已經是18 吋了 無論如何都會改19 20 吋吧 慢著,是不是看見這個門邊有少少不同呢 沒錯,這個還是原裝的門邊 Lexus 的門邊這個都可以改上去 以及只需要原裝的吸收下去 不是很大工程 可以問一下如何改進這一塊,都可以的 好了,去到車尾了 LM350 最大特色就是 它是一體化的尾燈 怎樣才知道是一體化? 看見它的型 就是一個像Lexus 的小小的形狀 L 或 Z 型的形狀 這個尾燈部分 尾燈部分有兩個小小的擾流 這個電鍍式件 如果是Alfred 要轉Lexus 的尾燈 它會跟著這個部分 以及這個燈下膠的部分 這個都需要換的 整個尾燈,不用說了 一定要買尾燈 看到一條長到尾 兩邊一體式的尾燈 然後你換了之後 這個尾玻璃下面的一塊 都是要換的 Logo 要買尾泵把 尾泵把部分都是要換的 以及下面的電鍍式件 這幾個就走不了了 好了,還有 譬如你要改這盞尾燈 其實原本Alfred 的尾燈 是左右兩邊的 但現在你變成一條過一體式 需要師傅少許技巧 令它能夠做回Lexus 的LM350 尾燈的效果 好了,至於裙腳部分 如果你要換上Lexus 的裙腳 亦都可以換到 但是由於車主覺得 夢羅麗莎這套包圍比較漂亮 所以它繼續保持夢羅麗莎的包圍 你既然改得整個樣子都是LM350 你沒理由不去貼上那張吧 你沒理由不貼上那張吧 看見外面就改得七七八八了 看不看見裡面的軚盤 都已經換了Lexus 的軚盤 這個軚盤亦都是用LM350 的軚盤 究竟有甚麼特別呢 原來它的手感、觸感 是比普通Alfred 更加好駕駛 我覺得有少許跑車的味道 是否能夠對應的軚盤控制 沒有問題,全部都能夠對應 所有的控制器、錶板螢幕控制 到加減聲音控制、轉角 都能夠用得到 好,為何突然來到一個較暗的地方呢 既然改得的,當然要看看它的暗黑日子裡 對面很漂亮的頭燈 過來看看它的頭燈是怎樣的 來要聽 好,我們來要聽 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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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興趣都想將自己的 Alphurt 或 Railfire 改變呢 Railfire 都可以改的 但在頭沙板部分, Railfire 連沙板都要換 因為 Railfire 的沙板和 Alphurt 不同 但如你原裝 Alphurt 30 系的那些 這個沙板是不需要換的 另外就是價錢 價錢需要多少呢 如果連裝供車主大約用了十多萬左右 大家有沒有興趣改變了 LM350 的 Alphurt 或者你自己已經在駕駛 Alphurt 或已經駕駛豪華版 又不想特意花一百萬元換一輛差不多的車主 可以考慮一下變身,做一輛 LM350 由於長地市城把往前會被拉回 這是什麼 賣男修畢 柳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